这期继续来分享《女神》第31篇 这都什么时候,你怎么还说这个? 话一出口,曾东辉似乎明白过来了 王露露,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说说 王露露走过去,看了看办公室外面,然后关死办公室的门 咯咯咯,王露露笑道不行 曾东辉和文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面面相去 王露露,究竟怎么回事? 你赶紧说啊,你想急死哥啊 曾东辉被王露露笑得心里有些发虚 王露露看着曾东辉着急的样子,又是一阵大笑 半赏,这才收住笑 曾东辉,认识你这么久,还没见过你紧张的样子 你说,我能不笑吗?你真的觉得宋总把早饭倒了? 小舒婷 王露露依然满脸带笑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 全都吃了 曾东辉不是傻子,一听王露露的话,马上明白过来,顿时眉开眼笑 差不多吧,最后他实在吃不下了,这才赏我两口 没想到,你烧的饭这么好吃 王露露假装意犹未尽 嘿嘿,你喜欢吃,改天让疯子给你烧 曾东辉咧嘴一笑,拉开门,就要去送宁雪 王露露又一把将曾东辉拉了回来 你怎么回事?我还没说完呢 你现在进去,保准碰一鼻子灰,也把我出卖了 王露露又关上了门 怎么了?都吃了我烧的早饭了,不代表着原谅我了吗? 曾东辉的心思简单,他直观就是这样认为的 不是,你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脑子不转弯呢? 原谅你?那他怎么还交代我跟你说 他把饭到垃圾桶里了? 王露露眼珠子一动不动看着曾东辉 曾东辉被王露露看得心里发毛 这我哪里知道呀 你们女孩子都是长了蹊跷玲珑心 我哪里弄得清楚 曾东辉有些为难了 今天厚着脸皮追到公司 已经是他做得最夸张的事情了 要是这样还没办法取得宋宁雪原谅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曾东辉,据我刚才的观察 宋总心里应该早就不生气了 他就是想让你常常记性 王露露微微一笑 哎,这个事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还交不长记性呀 曾东辉心里只剩下愧疚 那就好 王露露点点头 其实,我看宋总还有一个意思 你这次错得这么离谱 要是轻易原谅你了 以后他在你面前还有什么地位 曾东辉猛圈了 这算是什么理由 宋宁雪在他面前的地位一直很高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还叫没地位呀 当然了 这种话 曾东辉肯定不会当着王露露的面说 怎么 还没有明白该怎么做 王露露又是一笑 王露露 你就赶紧说吧 你看看大哥 都急成什么样子了 你什么时候见他这样过 旁边的文风也嫌王露露有点磨叽了 要是再不对 看到这么磨叽的人 他早就给他两拳头了 疯子 你就闭嘴吧 刚才让你帮忙 你都不肯 现在冲好人 我有你说得那么不堪 曾东辉瞪了文风一眼 想要找回一点颜面 王露露抿嘴一笑 行了 不跟你啰嗦了 回去以后 你放下架子 事事顺从 多说好话 多发信息 要不了多久 你们肯定会和好如初 对对对 大哥 我觉得王露露说得有道理 文风一本正经地点头 心里早就笑开了话 想想曾经叱咤战场的铁血队长 回去以后 对一个女人点头哈腰的样子 岂不是很好玩 嗯 你说的这个吧 我倒是可以 曾东辉并没有多想 开始自言自语 转头又觉得哪里不对 抬头看了文风一眼 看到他憋着笑 顿时意识到什么 好呀 你们两个 就给你使坏吧 曾东辉笑骂一声 也不跟他们两个计较什么 他知道 这两个人有看热闹的成分 不过 王露露说的办法 确实可行 虽然自己在宋宁雪面前 性格改了很多 但是 有些时候 还是太刚了 这样的性格 在都市生存中 有的时候确实会吃亏 趁着这次机会 好好地磨练一下自己的性子 也不是什么坏事 大哥 那你的意思 继续跟嫂子对着干 文风又是一笑 行了 你们忙着吧 我的事情 心里有底 说完 曾东辉转身离开 回到车上 曾东辉想了一下 给宋宁雪发了一条微信 曾东辉 小雪 还生气呢 你这不吃早饭可不行呀 看来是我早饭做得不好 微信发出去几分钟 宋宁雪并没有回 曾东辉并不气馁 他想起刚才王露露说的话 放下架子 多发信息 曾东辉 小雪 你说句话呀 曾东辉 你在忙吗 曾东辉 小雪 你不理我 好伤心 他还故意发送了一个伤心的动图 宋宁雪 滚 看到宋宁雪终于有条消息进来 尽管是骂他的 他还是高兴地攥起拳头 大吼一声 惹得路过的行人 纷纷朝着他这里侧目 曾东辉连忙将车窗升起来 曾东辉 行 我现在就滚回去 好好研究一下 争取做点你喜欢吃的 这条消息发出去以后 又跟了一个亲吻的动图 看宋宁雪再没有消息进来 曾东辉这才兴致冲冲地回去 他决定要给宋宁雪一个惊喜 你不是喜欢吃烧烤吗 好呀 我就在家里的花园里 给你弄个烧烤架子 来个自助烧烤 以后想什么时候吃 就什么时候吃 想吃什么味道 咱就烤什么味道 想好这一切以后 曾东辉直奔超市 买了需要的东西 烧烤架 木炭 各种食材 以及烧烤用到的各种调味料 只要觉得 是能哄宋宁雪开心的东西 曾东辉全部买了回去 一定要他吃到爽 回到家以后 没有任何的停歇 马上开始摆弄那些东西 争取在宋宁雪回来之前 将所有东西准备好 忙活了将近两个小时 将所有东西弄好 满意地看看自己的杰作 微微一笑 暗自点头 他觉得 虽然不一定马上取得宋宁雪的原谅 可是 起码能让宋宁雪高兴一下吧 正当他做好这些事情 转身回去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外面的墙头 有个黑影一闪而过 曾东辉心里一紧 丢下手中的木炭夹子 快速穿过大门 绕到院墙外面 来到刚才看到黑影出没的地方 哪里还有什么人影 曾东辉心中疑惑 难道刚才自己演花 看错了 曾东辉苦笑一声 是不是最近满脑子 都在想宋宁雪的事情 以至于精神紧张 出现恍惚了 小舒婷 他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 正当他转身的时候 忽然看到院墙外的花坛里 依稀有一双脚印 曾东辉瞳孔一收 皱起了眉头 花坛里出现脚印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而是这双脚印有些特殊 那是一双立正的脚印 在部队淬炼多年的曾东辉 怎么能没有意识到 这是什么 刚才自己并没有演花 也没有出现精神恍惚 确实有人来过这里 并且 这个人是一名军人 或者曾经是一名军人 曾东辉两边看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是 他心里仍然不放心 沿着围墙绕别墅走了一圈 也没有什么发现 重新回到出现脚印的地方 他以黑影的角度 朝着院子里看了一眼 整个院子刚好落入眼底 又朝着楼顶看了一眼 正好自己在楼顶安装的监控 正对着这边 曾东辉立即回到家里 打开电脑 调出来监控视频 这栋别墅的楼顶四个角落 曾东辉分别安装了监控 可以全方位观察到 别墅外面的情况 这还是那次在烧烤店 有人偷袭自己和宋宁雪 曾东辉回来以后就安装的 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处 监控视频跳动了几下 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监控里 对方一身黑色夹克 戴着棒球帽 根本看不清容貌 他在院墙外面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被自己发现以后 快速离开 曾东辉又一次出来 沿着黑衣人离开的方向追了出去 他心里稍微有些慌张 弄不明白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的目标是自己还是宋宁雪 不管目标是谁 都让曾东辉的心里有些不安 能够出现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最后又全身而退的人 这个世界上不多 但是 刚才这个人显然是为数不多的人里面的一员 一直追到别墅外面 依然没有任何发现 提起手腕 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过了宋宁雪下班的时间 他后悔自己没有去公司接宋宁雪回来 万一刚才黑衣人的目标是宋宁雪 那该怎么办 曾东辉第一次竟然有了一些不自信 他连忙拿出手机 拨打宋宁雪的手机 手机里传出暂时无法接听的声音 尽管手机服务商的声音很好听 可是 曾东辉现在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 他的额头渗出冷汗 挂了电话 又打给了王露露 打听宋宁雪是否还在公司 王露露说 宋宁雪一下班就离开了 还调笑曾东辉 一会儿不见 是不是就想得不行 曾东辉哪里有心情跟王露露开玩笑 不等王露露把话说完 立刻挂断了他的电话 又一次打给宋宁雪 依然显示无法接通 他有些手足无措 满脑子都是刚才的那个黑影 他赶紧给宋宁雪发微信 希望他能第一时间看到 曾东辉 小雪你下班了吗 曾东辉 小雪你怎么不接电话 曾东辉 小雪你没事吧 曾东辉 小雪 宋宁雪 烦死了 我在家 不知道发了多少条微信 曾东辉的手机终于响了一声 看到这条微信 他终于缓了一口气 尽管宋宁雪还给了他一个大大的不耐烦的表情报 曾东辉赶快返回家 当他看到宋宁雪正饶有兴致地站在烧烤架前面的时候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看到曾东辉回来 宋宁雪一转身 就要回去房间 曾东辉上前一步 拉住宋宁雪的手腕 稍微一用力 宋宁雪惊呼一声 倒在曾东辉的怀抱里 曾东辉实实在在将宋宁雪抱在怀里 这才算是彻底放心 好了 好了 你没事就好 我放心了 曾东辉喃喃自语 宋宁雪伸出手 用力抵住曾东辉的胸膛 想要将他推开 可是 他手上的那点力气 跟曾东辉相比 实在是太弱 不但没有将曾东辉推开 反而被曾东辉抱得更紧了 宋宁雪只好作罢 任由曾东辉将自己抱了个结实 他伸出手臂 穿过他的腰身 攥起小粉拳 不停地曾东辉的后背上敲打着 曾东辉 你混蛋 别想用这个方式 让我原谅你 半晌 宋宁雪终于从曾东辉的怀抱里挣脱出来 他直盯着曾东辉 气得直跺脚 以前的曾东辉可不是这样 知道知道 曾东辉咧嘴一笑 我也知道自己这次错得离谱 一顿两顿烧烤 不足以代表我的诚意 这不 专门把烧烤架弄回来了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烤 曾东辉笑着 指着摆在院子里的烧烤架 你错了 你哪里会错 你是谁啊 你是曾东辉 你怎么可能会错 宋宁雪还是不打算轻易原谅他 将脸扭到一边 小雪 我真的错了 原谅我吧 以后再也不会了 曾东辉显得有些扭捏 不过 道歉 道歉 道歉却是真诚的 他曾东辉是什么人 一生做事从不后悔 更没有跟人道过歉 但是 在他喜欢的人面前 他却低头了 咯咯咯 不等宋宁雪开口 院墙外响起了一阵压抑的笑声 宋宁雪吓了一跳 连忙躲在曾东辉的身后 曾东辉死死地将宋宁雪护住 警惕地看在院墙外面 谁在外面 给我滚出来 曾东辉话音刚落 院墙外面响起一阵哈哈大笑的声音 紧接着出现了李军的身影 他的后面还跟着文峰 高远 罗素红 秦峰 夏双和王璐璐 小雪 我真的错了 原谅我吧 以后再也不会了 李军学着曾东辉的声音和语气 他刚说完 后面的一帮人笑得都直不起腰了 宋宁雪被大家笑得不好意思 抱着曾东辉的手臂 脑袋埋在曾东辉的臂弯里 不敢看他们 曾东辉心情大好 跟着哈哈大笑 还抬脚踹了李军一脚 小雪 我真的错了 原谅我吧 我没有打招呼 就来蹭饭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罗素红也学着曾东辉的语气 这个话简直就成了一个梗 又引起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高远和秦峰笑着从外面搬进来两箱啤酒 闻风搬进来一箱食材 你们这些家伙 来就来吧 还能少得了你们吃喝 曾东辉笑骂 小雪 我真的错了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宋宁雪又羞又恼 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人多就是热闹 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搬过来凳子 全部围在烧烤架旁边 有生活的 有准备食材的 有倒酒的 院子里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 大军 你们真行 过来吃饭就吃饭吧 用得着提前过来打探消息吗 曾东辉想到院墙外的黑影 觉得是李军他们倒的鬼 刚才站在外面的人 不是李军就是文风 他们两个是当过兵的 又是幻影战队的人 想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 能办得到 打探消息 打探什么消息 李军疑惑地看着曾东辉 难道刚才不是你 曾东辉心里一咯噔 他看出来了 李军没有开玩笑 刚才出现的黑影另有其人 大哥究竟怎么回事 李军跟着紧张起来 手上的啤酒也放了下来 文风的目光也看向了曾东辉 宋宁雪也停止跟罗素红聊天 转头看向了曾东辉 夏双虽然没有抬头看向曾东辉 可是职业的敏感性 还是让他竖起了耳朵 哦 没事 没事 你们来之前 外面有个人 我还以为是大军过来打探消息 看来是我看错了 呵呵 喝酒喝酒 曾东辉连忙岔开了话题 要是只有李军和文风 他肯定会如实相告 现在这么多人在场 他不愿意别人为他担心 尤其是宋宁雪 他要是知道有陌生人盯上这里了 还不知道会紧张成什么样子 李军和文风对视一眼 没有再多说什么 多年来形成的默契 给对方一个眼神 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们决定等会儿聚餐结束了 再好好问问曾东辉 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 喝酒 大家一起举起杯子 碰在了一起 然后一言而尽 就连平时不喝酒的王璐璐 第一杯也满上了 喝完以后一阵咳嗽 旁边的文风 连忙主动给他倒了一杯温水 曾东辉 你小子 你说说你们俩 闹了一个月的别扭 害得大家担心了一个月 最后倒好 你们玩的是双簧 是不是该罚酒 罗素红开始起哄 宋宁雪和曾东辉 刚开始闹矛盾的时候 罗素红着实担心了好几天 那几天他天天晚上 过来陪伴宋宁雪 生怕他出点什么意外 后来直到曾东辉母亲晚上 来接他的班 他这才没有再来 之后的几天 罗素红算是看出来了 这俩人绝对不是闹矛盾这么简单 至于说 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他一时没有看明白 直到今天 他才算是恍然大悟 原来所有人都被他们两个欺骗了 红姐 这杯酒我认罚 也谢谢你这些天对小雪的照顾 曾东辉微微一笑 一扬脖子 一杯啤酒见底 认罚的一杯酒喝了 感谢的一杯酒 是不是要另外算 罗素红笑着又给曾东辉面前的杯子里倒满 其他人也笑眯眯的看着曾东辉 行 必须要喝 谢谢 曾东辉真诚地说着谢谢 这杯酒又一次灌进嘴里 又一杯酒下肚 大家一起鼓掌 罗素红又给曾东辉的杯子满上 曾东辉 这一个月来 小雪是不是辛苦了 你是不是对不起小雪 该不该向小雪赔罪 罗素红又说出曾东辉喝第三杯酒的名堂 红姐 她喝不少了 你让她缓缓再喝 不等曾东辉开口 旁边的宋宁雪有些着急了 虽然曾东辉的酒量够大 喝得也是啤酒 那也经不住这样喝呀 一杯子就是大半瓶呀 你这傻丫头 我这是替你说话呢 你怎么分不出好坏 罗素红瞪了宋宁雪一眼 红姐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 她真不用给我赔罪 宋宁雪连连摆手 得 我算是瞎操心了 说到底 你们还是两口子 你们是一条心 罗素红笑着调侃他们 红姐 你说什么呢 宋宁雪不好意思低下头 脸颊微微发烫 红姐 你说的没错 这段时间小雪确实受委屈了 我曾东辉真够混的 这杯赔罪的酒 必须喝 曾东辉不等宋宁雪伸手拦着 端起酒杯咕咚咕咚 全部喝光 一滴不剩 大家又是一阵欢呼的掌声 几杯酒下肚 曾东辉的心情舒畅 一个多月以来阴霾的心情 一扫耳光 小雪 天狼基金这次吃了大亏 就算是周远航善罢甘休 他们公司总部会心甘情愿 罗素红虽然不是很懂做生意 不过 他的一些阅历摆在这里 他还是有些担心 咋地了 养鬼子有什么不服气的 他们要是赶过来找茬 我李军照样收拾他 提到天狼基金 李军就来气 尤其是孙婷婷 他竟然敢挑拨离剑 曾东辉和他的关系 他能高兴吗 大军 你是不是还在生孙小姐的气 可能 他也是被周远航利用了 说不定这个时候多后悔呢 我看呀 你找个时间 再好好跟他谈谈 这姑娘本性不坏 大哥 你别说了 提到他就来气 不等曾东辉说完 李军打断了他的话 端起面前的啤酒 一饮而尽 大军 你还是再想想吧 改天让小雪 再去探探孙小姐的口风 曾东辉觉得 李军难得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最后弄得不慌而散 实在有些可惜 大哥 不说他了 还是说说公司的事情吧 李军又一次打断了曾东辉的话 他心里也有些矛盾 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面对孙婷婷 曾东辉也算是看出来了 李军暂时实在没有兴趣谈孙婷婷的事情 看来 只能以后再找时间了 曾东辉伸手拍了拍李军的肩膀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你们还别说 这两天 天狼基金总部的陆斯夫人 可能会来中东市 曾东辉知道天狼基金的能量巨大 能够掌控这样一家公司的老板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刚好趁所有朋友在场的时候 给大家通个气 陆斯夫人要来 宋宁雪惊呼一声 一脸震惊 脸色惨白 差点滑到椅子下面 嗯 昨天晚上 无意间听到周远航和他的助理的对话 怎么 这个陆斯夫人很可怕 曾东辉惊讶地看了宋宁雪一眼 自从认识他这么久以来 从来没有见过他在生意上这么不淡定过 就算是面对伊美集团财务危机的时候 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神情 宋宁雪呆呆地 没有回答曾东辉的话 辉哥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陆斯夫人 号称资本屠夫 凡是他看上的生意 别人都别想好过 何况这次咱们还 秦峰看了宋宁雪一眼 将宋宁雪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同时 秦峰跟着皱了皱眉头 在资本市场上 没有人敢于挑战天狼基金 这次周远航在这个项目上 吃了暗亏 等于说是伊美集团摸了老虎屁股 陆斯夫人选择这个时候来中东市 她的目的可想而知 刚才轻松的气氛 这个时候 也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在座的每个人都不是傻子 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行了 你们也不用担心了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 咱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吃好喝好 曾东辉看大家的情绪不是很高 连忙岔开话题 想要让气氛轻松一些 大家呵呵一笑 又开始吃喝 不过 显然 这都是 大家表面上故意装作满不在乎 心里都在琢磨着这件事情 看似天狼基金 要对付的是伊美集团 不过 现在这帮人 早就绑在了 伊美集团这辆战车上了 谁也不能置身事外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大家也就散场了 其他人先一步离开 文风和李军 却故意落在了后面 他们心里 还在想着 曾东辉说的 院墙外面 出现陌生人的事情 曾东辉是什么人 这样的话 能随便说说吗 大哥 今天究竟怎么回事 李军看其他人离开 最先忍不住 夏双 你也进来吧 别躲着了 曾东辉没有回答李军的话 而是先往门口的方向 看了一眼 李军和文风 同时看向门口 夏双这才笑眯眯地 从外面进来 曾东辉 你太警惕了吧 这么警惕 怎么还让人 从你眼皮子底下跑掉 夏双故作轻松 不过 他知道 现在他们面对的对手 可能比较棘手 你们看看吧 曾东辉没有多说什么 打开手机 将下载的那一小段视频 给他们看 真够狡猾的 连正脸都没有看到 文风的心思最缜密 他冷哼一声 曾东辉 看来这次 我帮不上什么忙了 夏双怂怂肩膀 几个幻影战队的人 都觉得这个人比较棘手 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好办法 恐怕连找都找不到对手 大哥 你准备怎么干 一句话 李军不喜欢动脑子 嫌麻烦 遇到不服的 直接干就得了 大军 你都退伍回来了 怎么还这么冲动 曾东辉瞪了李军一眼 李军咧嘴一笑 没有说话 也没有反驳 现在还不知道 这家伙是什么人 他的目的是什么 咱们也不用太紧张 保持外松内紧吧 家里有我呢 公司那边疯子多注意点 曾东辉说了自己的想法 不能因为突发事件 自己人先乱了阵脚 更不能让周围的朋友 人心惶惶 大哥 你放心 文峰点头 大哥 那我呢 我做点什么 李军急了 一看没有分给他任务 暂时没你什么事 你还是老样子 该痴痴 该呵呵 不是 大哥 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个形象 要不然呢 得 我无话可说 文峰和夏双 跟着呵呵一笑 看来还是曾东辉了解李军 曾东辉 我这边尽量试试 看能不能找到这家伙吧 夏双主动领了任务 你们几个鬼鬼祟祟 干什么 宋罗素红离开的宋宁雪 回头一看 他们四个人还在说着什么 心中顿时生疑 哦 没什么 嫂子 这不是这么长 时间没有一起聚了 想多说说话 李军咧嘴一笑 连忙岔开话题 是吗 要不然 你们几个今天晚上 都住在这里吧 宋宁雪 意味深长地 看了李军一眼 不不不 嫂子 你们小夫妻俩 这么久不在一起了 我们不好打扰 我先走了 李军连忙拉着夏双 和文风离开 大军 你胡说什么 气得宋宁雪 在他们身后直跺脚 不过 那三个人早就一六眼跑了 根本就不回头 看宋宁雪一眼 嘿嘿 曾东辉没有说什么 站在一旁傻笑 你笑什么 老实交代 你们商量什么呢 宋宁雪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要不然 他也不可能将周远航套在里面 刚才李军不是说了吗 就是瞎聊天 说着 曾东辉伸手揽住宋宁雪的肩膀 朝着把家里走 宋宁雪有些不太习惯 挣脱了一下 不过 这也只是象征性的挣脱 越是挣脱 曾东辉揽得越紧 酒足饭饱的两个人 回到房间 舒服地窝在沙发里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依偎在一起 享受着夜晚的宁静 曾东辉 以后我们之间 谁也不猜忌谁 可以吗 半赏 宋宁雪悠悠开口 小雪 这次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曾东辉连忙道歉 不 我也要检讨自己 我不是也误会 你和孙婷婷了吗 宋宁雪连忙 也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曾东辉没想到 宋宁雪竟然跟自己这么说 心里更加惭愧 她低头在宋宁雪的额头上亲吻一下 宋宁雪没有躲避 也没有反抗 安静地享受着来自于曾东辉嘴唇的温度 李军刚把车停到门口 从黑影里面闪出来一个人 什么人 李军警惕地喊了一声 马上拉开架势 做好干账的准备 大军 是我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很快 孙婷婷走到了李军的面前 孙小姐 孙婷婷 你来干什么 李军先是一脸吃惊 然后变得浑身冰冷 孙婷婷看了李军一眼 不敢再抬头看第二眼 她以前就知道 李军心里喜欢她 只不过 先是有周远航 后是有曾东辉 李军在孙婷婷的眼里 就显得暗淡无光 那个时候 刚跟李军认识 李军还是一个大胖子 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 尽管周远航人品不好 不过 架不住她嘴甜呀 哄得孙婷婷一愣一愣 大军 对不起 我 孙婷婷已经知道了 周远航利用自己的事情 也弄明白了 她对宋宁雪做的事情 连在国外那些年发生的事情 她都知道了 这些是周远航的助理吴小兰 跟她说的 孙婷婷 你跟我说对不起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你对不起的人是大哥和嫂子 要道歉 你应该找他们 李军根本就不领情 说完 转身就往家里走 李军 你听我说 孙婷婷慌了 上前一步 拉住李军的手臂 李军一个甩手 孙婷婷亮枪一步 差点摔倒 本准备不回头 静止回去 但是 面对孙婷婷这样一个柔弱女子 李军最终实在有些不忍 孙婷婷 嫂子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在背后算计她 你真干得出来 李军冷眼看着孙婷婷 尽管表面对孙婷婷冷酷 可是 内心还是想听听 孙婷婷究竟要说点什么 大军 正因为小雪对我不错 我才不敢面对她 我都是被周远航骗的 她告诉我 跟小雪合作 是看在以前同学的份上 我这才答应帮忙 谁知道周远航是这样的人 孙婷婷越说越觉得惭愧 到后面实在说不下去 哼 李军冷哼一声 难道你就那么相信周远航说的话 你跟她又是什么关系 李军已经从曾东辉那里得知 周远航和孙婷婷是初恋关系 她这样问 就是想知道 孙婷婷这次究竟有没有在说谎 她比不上曾东辉和宋宁雪的智商 别被别人卖了 还替人数钱 大军 我也不瞒你 我跟周远航是同学家初恋的关系 她正是利用这一点骗了我 我真不是故意想骗曾东辉和小雪 对不起 孙婷婷说着这话 眼睛里的泪水开始打转 孙 小姐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也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又没有伤害我 你应该去跟嫂子道歉 李军将脸扭到一边 有些不忍心看她 爱曾分明是李军的性格 不过 对于孙婷婷来说 有的时候 她还真的有些恨不起来 看她痛苦的样子 不管是发自于内心 还是假装出来的 李军都不愿意看到她这样 大军 我不是没想过跟小雪道歉 我都走到了她公司楼下 可看到 她连曾东辉都不肯原谅 我还能有戏 孙婷婷这话说的是真的 她今天一早上 确实等在医美集团楼下 可看到 宋宁雪冷着脸上路 曾东辉跟在旁边陪不适 她就没敢去面对宋宁雪 孙婷婷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亏你还那么聪明 你能跟曾东辉比吗 人家说到底 最后都是两口子 他们之间的事情 你看得懂吗 李军有些不耐烦了 她朝着孙婷婷摆摆手 我跟你掰扯这些做什么 跟你说得着吗 说完 李军扭头回去 大军 我明天找小雪道歉 你陪我去好不好 孙婷婷提高音量 朝着李军的背影喊了一声 不过 李军就像没有听见一样 静止走了进去 看着李军的背影 孙婷婷有些绝望了 也后悔到了极点 好不容易跟宋宁雪 这帮人交上朋友 都是她犯傻 跟周远航搅和到一起 弄得所有人都看不起她 小舒婷 孙婷婷眼眶中的眼泪掉了下来 她慢慢地蹲在地上 将头埋在手掌中 小声地啜气着 李军的心里也不好受 回到家里 上了二楼 透过窗帘 看着一直在门口 没有离开的孙婷婷 她心里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曾东辉和宋明雪 究竟会不会原谅她 李军也没有什么把握 拿出手机 犹豫了一下 还是拨打了曾东辉的电话 大哥 那个 曾东辉直了直身体 稍微活动了一下 被宋明雪压得有些发麻的手臂 大军 有事 嗯 大哥 有点事 李军难得这么吞吞吐吐 有什么话 直说 怎么跟我还客气起来了 曾东辉微微一笑 这可一点也不是李军的性格 大哥 我说了 你可别生气 是孙婷婷 李军似乎有些底气不足 他也不知道 曾东辉和宋明雪 对孙婷婷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想先探探曾东辉的口风 如果曾东辉没有原谅孙婷婷的意思 李军绝对会跟曾东辉站在一起 从此不会拿正眼 多看孙婷婷一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曾东辉的意思 就代表着李军的意思 怎么 孙婷婷去找你了 曾东辉马上就猜到了 李军给自己打电话的原因 听到曾东辉提到孙婷婷 宋明雪不由地往曾东辉身上靠了靠 耳朵贴到了曾东辉的手机跟前 大哥 你猜到了 我看他挺后悔的 现在还在我家门口哭 李军说着这话 又透过窗户往外面看了看 孙婷婷似乎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怎么 你心软了 曾东辉不置可否 要不要原谅孙婷婷 这最后还是要取决于宋明雪 大哥 他说了 想要找嫂子道歉 我当然不能做主 看他一直在我家门外哭 别人看了 还以为我对他怎么样呢 李军找了一个借口 实际上 以他的性格 会在乎这些东西吗 之所以这么说 实际上还是想要曾东辉和宋明雪 能原谅孙婷婷 大军 你等一下 小雪跟你说两句 曾东辉看到宋明雪 示意要说话 这才把电话交到他手上 大军 孙婷婷还在你家门口 宋明雪接过手机 先询问了一下现在的情况 嫂子 可不是吗 都好一会儿了 李军连忙跟宋明雪打招呼 大军 这样吧 你让孙婷婷先回去吧 半夜三更的 一个女孩子也不安全 明天你让她去我办公室吧 有什么话 当面说 宋明雪心里并没有真的原谅孙婷婷 有些事情 一旦发生了 心里就会产生隔阂 想要化解这个隔阂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办到的 之所以这么说 真的是不愿意看到 一个女孩子大晚上的在外面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不愿意看到李军为难 嫂子 你说的是真的 李军高兴 差点没有跳起来 那我明天让她去找你 李军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往外面走 行了 赶紧让她回去吧 宋明雪微微一笑 挂断了电话 小雪 你真的原谅孙婷婷了 曾东辉微微一笑 看着半躺在自己身上宋明雪 他那慵懒放松的样子 让曾东辉心旷神怡 曾东辉伸手将宋明雪脸颊上面的一缕头发剥开 顿时光洁的面孔出现在曾东辉的面前 曾东辉一时没有忍住 在他凝脂般的脸上亲吻一下 宋明雪没有说话 也没有反抗 悠悠地看了曾东辉一眼 谁让大军是你兄弟 就算是不考虑他的感受 难道还能不考虑你的感受 宋明雪说得很平静 聪明如宋明雪的人 将所有事情都看得很透彻 哎 曾东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你担心李军和孙婷婷没有将来 宋明雪没有看曾东辉 就明白了他叹气的意思 看来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曾东辉又叹了一口气 伸手握住宋明雪的手 他们以后能走到哪一步 我看 我们就不要再去干涉了 宋明雪睁开眼睛 看着曾东辉 曾东辉那棱角分明的脸庞 顿时倒映在宋明雪水汪汪的眼睛里 曾东辉微微点头 他明白宋明雪的意思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别人又怎么能左右的了呢 一切随他们的心意吧 看着宋明雪的眼睛 曾东辉有些走神了 然后不自觉地低头 吻了下去 宋明雪那温润的嘴唇 带着一丝香甜 像果冻一般 让曾东辉不愿意离开 宋明雪感受到了曾东辉情绪的变化 连忙将他推开 自己的心跳也开始加快 他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要不然 他真怕曾东辉会吃了自己 虽然未经男女之事 可是 从曾东辉渴望的眼神中 他还是感到一丝紧张 换作是一般的男女朋友 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恐怕该办的事情早就办了 之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着相敬如宾的状态 是因为曾东辉答应过宋明雪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先得到宋家人的承认 不过 两个人一个多月没有在一起了 久别以后的思念让曾东辉还是有了一些冲动 不早了 明天还要上班 我上楼睡觉了 宋明雪有些慌张 说着这话 就要起身离开沙发 曾东辉伸出手 拉住宋明雪的手腕 稍微一用力 宋明雪惊呼一声 又重新倒在曾东辉怀里 宋明雪满脸通红 根本不敢抬头看曾东辉一眼 曾东辉将嘴巴凑到宋明雪耳朵边上 小雪 晚上就在楼下睡吧 别上去了 宋明雪感受着曾东辉呼出来的热气 耳朵有些痒痒的 无赖 不行 宋明雪没有考虑就拒绝了 她并非是一个保守的女人 只不过 这个事情来得有些突然 让她一时间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为什么 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想考验我啊 曾东辉假装郁闷 哥哥哥 这不能怪我 谁当初说的 要让宋家人接纳你 好像你还没有做到你的承诺吧 宋明雪清脆地笑着 用曾东辉的承诺来挡住她 爱 曾东辉听到宋明雪这么说 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眼中的火热慢慢退了下去 宋明雪心里跟着松了一口气 她凑上去 主动在曾东辉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小雪 不带你这么玩的 这谁能瘦的了 火气上来了 你可要负责灭火 说着这话 曾东辉笑着想要搂抱宋明雪 宋明雪惊呼一声 拖鞋都没有穿 跳下沙发 笑着往楼上跑去 曾东辉看着宋明雪落荒而逃的样子 在她身后哈哈大笑 宋明雪大炯 跑进房间 锁死房门 再也不愿意出来 曾东辉又是一笑 一个人在沙发上躺了片刻 起身回到房间 打开电脑 看了一下楼顶摄像头拍摄回来的画面 一切都正常 这才算是放心 院墙外那立正的脚印 还有视频拍到的那个黑影 一直在曾东辉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曾东辉又恢复了每天上下班接送宋明雪的任务 一早上上班 孙婷婷已经等在了宋明雪办公室外面 看到曾东辉和宋明雪一起过来 孙婷婷略显尴尬 尤其是看到曾东辉的时候 她根本就不敢抬头多看一眼 宋明雪的表现倒是自然 她看到孙婷婷以后 连忙上前两步 挽住她的手臂 满脸带笑 婷婷 你怎么来这么早 今天不用上班 小雪 我这不是要见你 跟电视台请了个假 孙婷婷没想到 宋明雪对她的态度跟以前一模一样 这让她更加惭愧 宋明雪笑笑 没有多说什么 挽着孙婷婷进了办公室 曾东辉跟着进去 在饮水机上 帮他们两个人一人接了一杯热水 放在他们面前 这才不动声色地退了出去 她来到旁边的小办公室 文峰和王露露都已经到岗 大哥 什么情况 孙婷婷怎么来了 早上孙婷婷一出现 文峰就注意到了 她装作没有看到 招呼都没有打 过来找小雪的 别管她 曾东辉微微一笑 不准备再管这个事情 嫂子的心可真大 文峰感叹一句 曾东辉又是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她明白文峰的意思 孙婷婷既然做过有损朋友有益的事情 那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完全信任 只不过 事情涉及到曾东辉和宋宁雪 文峰不好意思把话说得太直白 两个人在里面谈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孙婷婷婷满脸带笑地从办公室出来 宋宁雪一直送到门口 看孙婷婷离开 曾东辉便跟着宋宁雪回到办公室 看了一眼会客区茶几上面的两杯水 宋宁雪那杯水 喝了大半 孙婷婷的那杯水 却丝毫未动 曾东辉端起两个一次性杯子 连桶里面的水一起 扔进了垃圾桶 曾东辉 你怎么不问我谈得怎么样 宋宁雪看曾东辉一脸淡定的样子 心里有些奇怪 呵呵 有什么好问的 昨天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要是有特殊情况 你肯定会跟我说 要是不说 那一定跟咱们昨天商量的结果一样 曾东辉似乎对这个事情 一点都不感兴趣 哼 真没劲 宋宁雪假装对曾东辉的回答不满意 曾东辉笑笑 并没有说什么 既然这个事情你不感兴趣 那我说 一个你感兴趣的 宋宁雪满脸带笑 看着曾东辉 我感兴趣的 曾东辉疑惑 停下收拾茶几的手 抬头看向宋宁雪 中午 我要回宋家庄园一趟 宋宁雪又是一笑 脸颜颜色 脸颜跟着莫名红了一下 原来是回庄园呀 那就回去呗 怎么成我最感兴趣了 曾东辉一时没有明白宋宁雪的意思 你不是想要送家人接纳你吗 你不去跟他们接触 怎么让他们接纳你 要是你的承诺兑现不了 那 宋宁雪说了一半 马上停了下来 脸上更加红润了 他想到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曾东辉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看到宋宁雪的表情 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对对对 这件事情耽误不得 是要提上日程了 哈哈 曾东辉开怀大笑 宋宁雪偷瞄了曾东辉一眼 泥嘴一笑 转身去收拾自己的包包 曾东辉以前最初去宋家庄园 可是 今天不一样 他的心里就像是长了草一样 恨不得马上就去 在回去的路上 宋宁雪这才跟曾东辉说了 这次回去 主要有一个目的 中东市豪门张家兄妹 今天拜访宋家 作为宋家实际当家人 宋宁雪要是不出面 有些说不过去 一早上母亲陈岚给她打了电话 要她务必回去一趟 连二叔宋林江 刚才也打电话催促一遍 从宋林江的话里 宋宁雪听出来 张家兄妹这次来宋家别有目的 他们实际上是想跟宋家联姻 准确来说 似乎是张家的姑娘张雨诺 看上了二叔的儿子宋浩宇 要不是因为是二叔的事情 宋宁雪还真的不想管这件事情 自从上次跟舅舅翻脸以后 二叔为了维护宋家的利益 表现出来的担当 让宋宁雪欣慰 张家 以前没有听说过啊 曾东辉实在想不起来 中东市什么时候冒出来张家这样的豪门 以前曾东辉对各个门阀 不太关心 但是 跟宋宁雪在一起以后 他还真的花功夫了解了一下 中东市各个豪门的关系 以及他们从事的生意 对于宋宁雪说的张家 他真的没有一点印象 呵呵 宋宁雪微微一笑 往车椅上靠了靠 这个张家离开中东市 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在海外做生意 最近才又回来 似乎想要在中东市发展 曾东辉点头 这才明白 怪不得自己对张家 没有一点印象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 很快就来到了宋家庄园 从车上下来 就听到客厅里面一阵阵的笑声 这里好热闹呀 宋宁雪笑着推门进去 小雪回来了 母亲陈岚笑着看过来 可是 当她看到宋宁雪身后的曾东辉时 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 转而变成一副冰冷的模样 宋宁雪尴尬地回头看了曾东辉一眼 曾东辉微微一笑 不动声色 本来以为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以后 陈岚应该对自己的态度 会稍微改变一点 现在看来 似乎还是自己想错了 小舒婷 小雪姐 你回来了 几年没见 你越来越漂亮了 沙发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站了起来 上前拉住宋宁雪的手 满脸笑意 宇诺 你太会说话了 你现在才是大美女 这要是走到街上 我都不敢认了 宋宁雪看着张宇诺 呵呵笑着 小雪 你好 张宇诺的哥哥张天豪 跟着起身 笑着向宋宁雪打了一个招呼 天豪哥 你好 宋宁雪跟着一笑 我跟你介绍一下 她是 我知道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位一定是曾东辉先生吧 真是一表人才 不等宋宁雪开口 张天豪已经向曾东辉伸出手 张先生 你实在客气 曾东辉笑着伸出手 跟张天豪握了握手 坐在沙发上的陈岚冷哼一声 一直没有起身 小雪 东辉 你们也都别站着了 坐下说话吧 宋林江觉得 大嫂的做法有些不妥 不管对曾东辉有再多的不满 当着外人的面 都不应该表现得这么明显 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再说了 今天是为了自己儿子的事情 陈岚可以不顾体面 她宋林江不能 曾东辉笑着朝着宋林江点头 她看得出来 自从给你上次的事情以后 宋林江的改变真的挺大 天豪哥 你们这次回来 准备在中东市发展 宋林雪为了缓解沉闷的气氛 主动寻找话题 小雪 我确实有这个打算 毕竟这里是故乡嘛 要是机会合适的话 以后准备把海外的产业转移回来 张天豪说得很平淡 并没有透露太多的东西 可能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小雪姐 你最近生意做的 实在太厉害了 我在国外都听说了 张宇诺说着这话 夸张地伸出一个大拇指 宇诺 你说得有点夸张了吧 就我这点生意 你要说在中东市 可能还有点名头 恐怕出了中东市 就没人知道了 更不要说是在国外 宋林雪连连摆手 出头的船子鲜烂 这个道理宋林雪清楚 最近天狼集团 在自己手上吃了大亏 要说在资本市场上毫无反应 宋林雪是不相信的 张宇诺的话 也给宋林雪敲响了警钟 接下来一段时间 保持必要的低调 非常必要 小雪姐 你这就有点谦虚了 我听天狼基金的 路斯夫人都说了 说你很厉害 张宇诺盯着宋林雪的眼睛 微微一笑 宋林雪愣了一下 眼神一冷 问道 宇诺 你认识路斯夫人 小雪姐 我 她哪里认识什么路斯夫人 那可是资本大鳄 像我们这种小虾米 怎么可能认识人家 不等张宇诺开口 张天豪笑着打断了张宇诺的话 天豪哥 你客气了 谁不知道张家兄妹 在国外市场是资本新贵 认识路斯夫人 有什么好奇怪的 宋林雪意味深长地看了张天豪和张宇诺一眼 哦 哈哈 张天豪不置可否地大笑一声 小雪 你真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这张嘴 太能说了吧 张天豪笑着岔开话题 显然不愿意在这上面多说什么 宋林雪还想再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 阿姨过来说 饭菜准备好了 可以开饭了 大嫂 要不咱们到餐厅边吃边聊 宋林江连忙征求陈兰的意见 她二叔 要不你们吃吧 我没有胃口 陈兰用余光看了曾东辉一眼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大嫂 要不然 你过去坐一会儿 陪陪天豪和雨诺 他们难得来一趟 宋林江有些为难 她怎么能看不出来陈兰的心思 明显就是看不上曾东辉 更不要说是跟曾东辉 同一张桌子吃饭了 她心想 曾东辉是宋宁雪认准的人 你就是在反对 又有什么用 到最后 弄得跟宋宁雪翻脸 有什么好处呢 就算是你看不惯曾东辉 那也不应该在今天这个场合 表现出来啊 谁不知道张家兄妹今天的来意 这不是让宋家丢面子吗 宋林江有些为难地 看向宋宁雪 宋宁雪明白二叔的意思 她心里叹了一口气 脸上却带着笑容 妈 二叔说得对 要不你就过去做做吧 宋宁雪心里也明白母亲的意思 要是搁在平时 她不会跟母亲说这样的软话 看不上曾东辉 还指望她说好话 这不可能 呵 有什么好做的 看到有些人 就倒胃口 陈兰依然冷言冷语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 曾东辉为了宋家 确实做了不少事情 替宋家解决了财务危机 打败江家 揭开宋林海的车祸真相 照顾宋宁雪 甚至连自己的性命 都是曾东辉找人就回来的 按理说 陈兰应该感念曾东辉 但是 越是这样 陈兰越是讨厌曾东辉 因为 自己一开始讨厌的人 竟然能做得这么好 说明自己的眼光实在太差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自己最难堪的一面 全部暴露在曾东辉的面前 这让她无地自容 尽管这一段时间 陈兰没有再去找曾东辉的茶 可是 想要陈兰承认曾东辉 那却是万万不可能 随着陈兰的话说出口 客厅里的气氛 变得有些沉闷 可能她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话有些不妥 连忙朝着张天豪 和张宇诺兄妹俩的笑笑 天豪 宇诺 你们千万不要想太多 我这话不是针对你们 你们谈的话题 我也不懂 让小雪陪陪你们吧 陈兰说着这话 已经起身 张天豪和张宇诺 也连忙跟着起身 他们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他们能说什么呢 宋宁雪冷着脸 也没有说话 更没有起身 曾东辉从始至终 都是一脸平静 似乎陈兰针对的人 不是自己一样 陈兰没有多看 曾东辉和宋宁雪一眼 转身离开 气氛显得有些尴尬 宋林江连忙起身 呵呵一笑 想要缓解沉闷的气氛 浩宇 别愣着了 赶紧带天豪 宇诺他们入席 看着自己的儿子 一直傻笑 根本融入不到 宋宁雪他们的话题里面 宋林江就觉得有些悲哀 这样的联姻 真的能成吗 张家到底看上了 宋浩宇什么呢 宋林江心里有些不踏实 对对 天豪哥 宇诺 这边请 在宋林江的提醒下 宋浩宇终于说上了一句话 张家兄妹微微一笑 却是看向了宋宁雪 她才是宋家的画室人 兄妹两个自然要看宋宁雪的意思 宋宁雪心里别扭 不过 她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微微一笑 站起身 曾东辉没有说什么 她跟着宋宁雪一起起身 颇有一种负唱夫随的意思 宋林江心里 这才算是稍微踏实一点 要是宋宁雪和曾东辉不顾大局 甩手离开 今天的场面就有点难看了 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 宋林江走在最后面 陪着曾东辉 东辉 小雪妈妈就是那样的人 你别太外往心里去 宋林江苦笑一声 二叔 你放心 我没事 曾东辉笑着点头 她没想到 宋林江会对她说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说 这似乎也是一个好兆头 宋家终于有人开始承认自己了 宋林江心里挺欣慰 她拍了拍曾东辉的肩膀 没有再说什么 一顿饭吃得平淡无奇 宋宁雪陪着张家兄妹 谈论着生意上面的事情 宋林江跟曾东辉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宋浩宇全程插不上话 只能一直傻笑 宋林江的心里又是一阵感叹 看得出来 自己的儿子 看上张宇诺了 但是宋林江却不看好 不是说张宇诺不够漂亮 也不是说她不够聪明 相反 这个张宇诺既聪明又漂亮 正因为如此 宋林江才不看好他们 既聪明又漂亮的张宇诺 凭什么就能看上他们宋浩宇呢 难道是看上了她不会做生意 或者是不学无术 显然不是 小雪 你觉得浩宇和张宇诺能成吗 回去的路上 曾东辉一边开车 一边询问着宋宁雪 呵呵 听你的意思 不太看好他们呀 宋宁雪微微往车椅上靠了靠 调整了一下坐姿 侧过头 看向曾东辉 我看好不看好的 有那么重要吗 你没看到浩宇的眼睛 在张宇诺身上都一步开了 曾东辉自嘲一番 其实曾东辉是想说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般配 张家兄妹应该另有目的 不过 曾东辉并没有把话说得太明显 他能看到的东西 宋宁雪能看不明白 说得太明显了 那就是侮辱宋宁雪的智商 呵呵 宋宁雪又是一笑 你知道就行 这个事情 千万别在二叔跟前说 要不然会让他误会 曾东辉点头 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 怎么样 今天是不是对我妈很失望 看来 你认重道远呀 宋宁雪转移了话题 曾东辉对宋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到现在 母亲还是对他冷言冷语 连宋宁雪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觉得脸上无光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陈岚是他母亲 难道你有选择的权利吗 要是路人 或者是朋友 你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 这是你的母亲 你有办法割舍血缘关系吗 我早就习惯了 不过 就是咱俩那事 恐怕要 曾东辉没有说完 而是干笑两声 什么事 宋宁雪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曾东辉说的是 昨晚那件事情 滚 想到昨晚的事情 宋宁雪满脸通红 小声骂了一声 他感到一个多月 没跟曾东辉在一起 他对自己的态度 似乎都不一样了 总是有意无意 想跟自己有身体上面的接触 宋宁雪没有仔细想过原因 现在想来 应该是曾东辉害怕 在失去自己 想要实实在在得到自己 真正确立关系 曾东辉能这样想 宋宁雪觉得也无可厚非 确立男女朋友关系这么久了 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两人的身体 有什么毛病呢 曾东辉咧嘴一笑 没有说什么 本身就是开玩笑 活跃气氛的话 曾东辉 你真的很想 宋宁雪声如文银 呲 曾东辉听到这话 一个急刹车 火热的眼神 看向宋宁雪 他就算是再傻 也明白宋宁雪 向自己传递了 什么样的信号 看来 宋宁雪并不讨厌 这种事情 宋宁雪随着急刹车 身体不由地 往前倾斜一下 然后忧愿地看了 曾东辉一眼 第一 后车发出 一阵阵的喇叭声响 走走走 赶紧走 太丢脸了 宋宁雪连忙催促曾东辉 一方面是 后面车辆的催促 让宋宁雪有些不好意思 还有一方面是 曾东辉那火热的眼神 让他有些心慌 曾东辉赶紧收起心神 重新将车子开了起来 不过 后面的车辆 却不肯善罢甘休 他向左一个便导 跟曾东辉的车辆并排行驶 对方的车窗玻璃降了下来 驾驶员是一个光头壮汉 朝着曾东辉辱骂着什么 曾东辉自知理亏 降下车窗玻璃 说了两句抱歉的话 对方似乎有些不太领情 加大油门 快速向曾东辉车前辩道 别了曾东辉车子两次 曾东辉苦笑一声 自己都已经道歉了 对方还这样 实在是让人恼火 对于这样无聊的人 曾东辉并不想理会 也不想跟他纠缠什么 哪知对方一个沙亭 挡住了曾东辉的车子 光头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站在曾东辉的车头前 伸出手指 朝着曾东辉骂骂咧咧 兄弟 刚才是我不对 跟你道过歉了 你还想怎么着 几个意思 曾东辉将头从车窗探出去 显得有些不耐烦 小子 怎么 你还不服气 你刚才差点让我追尾 知道吗 光头显然不准备 就这样了结 兄弟 那不是没有撞上吗 曾东辉皱了皱眉头 又喝 你还挺横 光头朝着地上呸了一口 他还想发作 一转头 正好看到坐在副驾上面的宋明雪 顿时呆住了 他哪里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张了张嘴 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嘿 这牛条子亮呀 说着 光头就转到副驾一侧 伸手去拉副驾的车门 不过 副驾的车门从里面锁死的 外面根本就拉不开 光头似乎有些不甘心 开始用力地拍打着副驾一侧的车窗玻璃 曾东辉一看这个情况 马上怒了 推开车门就要跳下去 曾东辉 别冲动 宋明雪连忙提醒 他知道自己在曾东辉心目中的位置 这家伙冒犯了自己 能有他的好吗 放心 我就下去跟他谈谈 曾东辉笑了笑 宋明雪也跟着笑了 这家伙好久没有说跟别人谈谈了 以前说过几次跟别人谈谈 最后对方无意不是筋断骨折 不过 宋明雪知道 如果光头不是很过分的话 曾东辉不至于跟他动手 毕竟光头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稍微横一点的普通人 哥们 有什么话 跟我说 难为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曾东辉一下车 站在车头 朝着光头摆摆手 小子 行 你差点害我追尾 你说吧 该怎么办 光头看曾东辉下车 便不再纠缠宋明雪 而是朝着曾东辉过来 这不是没有追尾吗 行行行 你想怎么样 你说 曾东辉有些不耐烦 我说 好 也简单 你让车里的小妞下来道个歉 这是就算过去了 光头笑眯眯地说着这话 还用手指头刮了刮下巴 一脸猥琐的样子 曾东辉刚想说话 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一辆车子 缓缓地从自己身边开过去 他神色一柄 车子里面似乎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身影好像就是昨天出现在院墙外的那个黑影 曾东辉的目光赶紧去搜索刚才经过的那辆车子 不过 那辆车子早就会进车流 没有一点踪影了 小子 老子跟你说话呢 光头看曾东辉回头看路上的车子 还以为他着急开溜呢 顿时生气 说着这话 伸手就要过来抓曾东辉的衣领 曾东辉是什么人 岂能是光头这样的人随随便便就能近身的 不等光头的手指头碰触到曾东辉的衣服 曾东辉忽然出手 一把抓住光头的手腕 稍微向外用力 光头顿时单膝跪倒 痛得直咧嘴 光头想要用力挣脱 却发现曾东辉的手就像是铁钳一样 任凭他再怎么挣扎 根本就无济于事 他这才知道自己遇上硬查了 兄弟 你刚才说什么 曾东辉笑咪咪地看着光头 大哥 大哥 我刚才说这都是小事 误会误会 光头连连求饶 曾东辉心说 有些人就是见骨头 不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 还以为自己好欺负呢 他无心跟光头这样的人多说什么 想放手让他滚蛋 这个时候 一辆车子停在旁边 车窗降了下来 副驾露出来张天豪笑呵呵的脸 李兄弟 这么快就见面了 这是怎么了 要不要帮你报警 曾东辉笑着看了张天豪一眼 说道 天豪兄 不用 一点小误会 你们这是回家 曾东辉又朝着开车的张宇诺点点头 宋宁雪没有下车 透过车窗玻璃 笑着跟张天豪兄妹点点头 滚吧 曾东辉懒得跟光头在计较什么 怒斥一声 放开他的手腕 光头不敢多停留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看起来斯文的年轻人 不是自己能招惹的 他连忙起身 连滚带爬地跑开 天豪兄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回头再约 曾东辉看了看来往的车辆 已经有后车不满地摁着喇叭 回见 张天豪笑着做了一个再约的手势 然后车辆缓缓开了出去 曾东辉看了一眼张天豪远去的车尾 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上了车 大哥 不就是一个不被宋家看好的窝囊废吗 咱们有必要跟他这么客气吗 张宇诺一边开车 一边不满地跟张天豪说着 宇诺 你觉得曾东辉是个窝囊废 张天豪收起脸上的笑容 表情变得有些阴郁 大哥 难道我说错了吗 一个靠着宋宁雪吃软饭的家伙 不就是窝囊废吗 张宇诺完全不觉得自己的判断有什么问题 他觉得曾东辉就是这样的人 今天在宋家庄园 他看到了 面对陈兰的冷嘲热讽 曾东辉似乎连辩解都没有 这不是窝囊废是什么 宇诺 你以为宋宁雪是什么人 他会看上一个窝囊废 张天豪不这么认为 刚才曾东辉出手教训那个光头 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亡者之气 让他心里一个咯噔 原本他跟张宇诺的看法是一样 但是 现在却不同 谁见过这样的窝囊废呢 他又联想到 最近宋家崛起的势头这么猛 固然宋宁雪有过人的经商天赋 但是 难道这背后 没有曾东辉在推波助澜吗 想着这些 张天豪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大哥 就算是这个曾东辉有点本事 那也不足为虑 一个不被陈兰看中的家伙 又能怎么样 张宇诺冷哼一声 丝毫没有将曾东辉放在眼里 宇诺 你真的想好 要嫁给宋浩宇 他才是真正的窝囊废 张天豪似乎不想再谈论曾东辉 他将话题转移到宋浩宇的身上 大哥 正是因为宋浩宇窝囊 我才要嫁给他 这样才能控制他 张宇诺依然是一股冰冷的语气 不带任何的感情成分 宇诺 要不然 这件事情再好好想想 太委屈你了 张天豪一脸惋惜的表情 不过 他也知道 只要是自己妹妹想好的事情 连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主意 可是 又想到 张家在海外的生意 被天狼基金掐着脖子 又不得不听命于露丝夫人 大哥 不这样做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露丝夫人会给咱们喘息的机会吗 只有这样做 才是最快捷的方式 跟宋家联姻 然后从内部控制宋家 张宇诺说着这话 眼睛里闪烁出渴望的光芒 张天豪看着张宇诺的神情 他愣了一下 从国外回来以后 他似乎有些看不透自己这个妹妹了 总觉得他有一股子野心在膨胀 表面上是要解决张家生意上面遇到的危机 可是 张天豪总觉得 张宇诺的目的不止这些 看张天豪半天没有说话 张宇诺回头看了张天豪一眼 大哥 你怎么不说话 哎 张天豪叹了一口气 宇诺 大哥这身体不争气 要不然的话 张天豪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大哥 你别说了 你会没事的 张宇诺的眼圈有些红 张天豪便不再多说什么 默默地靠在车椅上 此时 在宋家庄园 宋浩宇还没有从惊喜中回过神来 一直笑眯眯的 浩宇 要不然跟张家的婚事 咱们再好好想想 宋灵江看着宋浩宇的样子 实在不忍心直接跟他说 你配不上张宇诺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爸 不用考虑了 我觉得张宇诺就挺好 我不再挑了 就他了 宋浩宇根本就没有听出来 宋灵江话里的意思 他还自我感觉良好 宋灵江心里不由地又叹了一口气 浩宇 我也知道张宇诺不错 可是 你要是跟他结了婚 你能压住他 宋灵江将话说得更加透彻了一些 他实在不看好这门亲事 总觉得张家兄妹目的有些不单纯 不过 宋浩宇却丝毫看出来这里面的问题 这才是让宋灵江最担心的事情 爸 我知道你的意思 张宇诺是有些强势 不过 你看看 我姐跟曾东辉 我姐不是也很强势吗 他们不是照样在一起 宋浩宇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曾东辉和宋明雪的例子 你拿自己和曾东辉相比 是吗 宋灵江愣了一下 爸 我就是随便比喻一下 并不是非要跟曾东辉相比 我也知道 曾东辉跟我比起来 确实差了一些 宋浩宇自我感觉良好 越说越来劲 宋灵江却再也听不下去了 他没有想到 宋浩宇到现在还是这样的认识 不等宋浩宇将话说完 他转身离开 周一上班 宋宁雪收到了两份请柬 一份是给自己的 一份是给曾东辉的 请柬是天狼基金发来的 说是周五晚上 天狼基金在玫瑰古堡举办酒会 分别邀请曾东辉和宋宁雪出席 好大的手笔 宋宁雪看了精美的镀金请柬 随手丢在办公桌上 冷哼一声 看来路斯夫人还真的来了 这玫瑰古堡是什么地方 曾东辉尽管在中东市长大 不过 他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宋宁雪抬眸看了曾东辉一眼 说玫瑰古堡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要说东山区玫瑰花海 你应该不陌生吧 小雪 你这样说 我还真知道是什么地方了 小的时候 经常去玩 曾东辉点点头 玫瑰花海位于中东市东山区的郊外 绕过一片湖泊 有一条公路直通湖泊中心的小岛 因为小岛上种满了各色玫瑰花 从而得名玫瑰花海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总是吸引市民上岛游玩 小岛上确实有几栋国外风格的古堡 应该是几十年前修建的 不过 曾东辉的印象里 那些古堡早已经荒废 不知道为何 天狼基金怎么会想起来 在这个地方举办酒会 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具备 举办酒会的条件 宋宁雪没有说什么 而是低头想着什么事情 小雪 你也不用担心 不就是路斯夫人吗 难道她有三头六臂不成 曾东辉看宋宁雪一脸忧愁的样子 连忙开导她 我再想想吧 宋宁雪淡淡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生意场上的事情 她也知道 曾东辉未必都懂 天狼基金是什么样的存在 她宋宁雪非常清楚 起码迄今为止 国内没有出现过一家 可以跟天狼基金抗衡的公司 路斯夫人在资本市场的地位 举足轻重 毫不夸张地说 她一个喷嚏 就会引发一场金融海啸 这次设计周远航 实在是迫不得已 使周远航步步紧逼 完全是被动应战 就算是不合作 周远航肯定会通过江氏集团 来打压伊美集团 那样的话 伊美集团的下场 可能会更惨 这也是宋宁雪 借是跟周远航合作 最后将周远航套进去的原因 不过 宋宁雪没有想到 一次简单的合作 竟然引起了路斯夫人的注意 甚至还亲自来中东市 不用多说 她来中东市的目的 肯定是冲着伊美集团 曾东辉还想说点什么 这个时候 她隐隐约约感受到 有一束光从对面的大楼上 透过窗户照射过来 她眉头微微一皱 别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 曾东辉却非常清楚 那是高倍望远镜 折射过来的光 这种东西 她太熟悉不过了 她走进窗口 观察着对面的大楼 隐隐约约能看到 楼顶上有一个黑影在闪动 怎么了 宋宁雪似乎看到了 曾东辉的情绪 出现了变化 哦 没什么 曾东辉收回目光 我在担心天狼基金会 对伊美集团下手 曾东辉岔开话题 不经意间 又悄悄地放下了百叶窗 正好挡住了楼顶 观察这边的视线 呵呵 其实也不用担心 现在的伊美集团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咱们的股东都是各大家族 要是路斯夫人 真的敢怎么样的话 大家也不会坐以待毙 可能是怕曾东辉担心 宋宁雪主动说了一些宽慰的话 曾东辉的手机响了两声 拿出来一看 是李军发的微信 说是想见他一面 正等在伊美集团楼下 这个李军 搞什么名堂 想要见我 干嘛不上来 曾东辉无奈摇头 行了 那你去吧 我这里没什么事 恐怕要跟你说孙婷婷的事情 宋宁雪玩耳一笑 孙 婷婷 不会吧 他还没有死心 曾东辉愣了一下 感情的事情 谁说得准 你去看看吧 该怎么办 你心里要有数 宋宁雪重新坐回办公桌后面 曾东辉苦笑一声 点头下了楼 李军果然等在了楼下 他来回走动着 显得有些紧张和不自信 曾东辉看了一眼 就知道宋宁雪猜对了 大哥 我 看到曾东辉出来 李军立即迎了上去 先别着急 跟着我去一下对面楼顶 曾东辉又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大楼 去对面的楼顶 有事吗 李军扎扎嘴 没有先说自己的事情 曾东辉没有说话 迈步走了出去 李军不知道曾东辉什么意思 看他着急的样子 连忙跟上 进了大楼 两人找到电梯 按了顶楼的按键 随着楼层数字的跳动 电梯快速地往上面移动 办公大楼里面的电梯 上升的速度非常快 几十层高的大楼 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来到了顶层 曾东辉观察了一下 很快就找到了通往顶楼的一扇小铁门 大哥 不会是那家伙又出现了吧 李军马上明白了曾东辉的意思 曾东辉立刻做了晋升的手势 然后 他慢慢地沿着楼梯上去 走到铁门跟前 他看了一眼铁门的插销 竟然插得好好的 这家伙不简单呀 看来又让他溜掉了 曾东辉拨开插销 推开小铁门 来到天台 大哥 这家伙走得很从容呀 还不忘记插上插销 李军虽然大大咧咧 不过 这种事情 他的观察力还是很强 曾东辉没有说什么 而是来到了刚才黑影出没的地方 正对着医美集团的天台上 留下了几个脚印 地上丢弃着两个烟头 侠结构这么多了 ankind可为了 不过 多数码